第1161章 小章 十号出现 站在洞府外 向前望去 人真的太多了 众人议论纷纷 堵在这里 混沌气弥漫 十号机体经营 他很是镇定 跟王家的人对峙 洞府建立在山腹中 此时外面站满了人 从书院中的年轻修士 到外界一些家族的不凡人物 全都在看着他 小子 你活你了 王家有人喝道 他们感觉面色难看 对这家伙真的恨透了 想一巴掌将他拍扁 嗡 虚空抖动 古文成树 化作一片最为璀璨的星河 交织着 向前镇压而去 刷 十号驯儒闪身 退后的刹那 石门自动关闭 将所有星河般的古文 都阻挡住了 任想生震天 这洞府是书院中的 长老们开辟出来的 有强大的禁止 如果从内部闭合 封住的话 外面的人很难冲破 哄 树声巨震 秩序神殿纵横交错 如同一片网 积在石门上 笼罩这里 神鹰如惊雷 小子 你给我滚出来 连我王家的人 你也敢动 找死 有人怒吼 满头发丝乱舞 壮弱魔神 出来 不光是王家的小辈愤怒 就是那些长辈人物 也急眼了 因为王羲身份 非同一般 是该族明珠 不能允许一个 仆从亵渎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王羲肯定是要 嫁给一位 传说中的绝代人物 进行非常有必要的联姻 用以应对 即将开始的大动乱 事实上 若是联姻成功 两大家族将会成为一个整体 在世界另一样的生灵 杀尽九天十地后 可以联手自保 当年 仙谷纪元末期 整片世界都凋零了 九成九的生灵 都成为历史烟尘石 远在那个时代 两大家族就曾合作过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都活了下来 而今 又遇到了生死危机 他们自然希望 关系愈发的紧密 一群乱七八糟的人 吵什么吵 石浩在洞府中回应 原本外面很嘈杂 许多人在议论 喧哗不绝 可此时所有人都是一呆 尤其是王家的人 更是脸色发青 乱七八糟的人 谁敢这样评价他们 现在一个带上了 他们家族金刚卓的人 居然敢如此大逆不道 王家的人大怒 更多的人出手 轰击洞府 想将他捉住 少年人 你若是出来 向我等请罪 可以对你网开一面 王家一位老者传音 叔祖 跟他废话什么 一定要对他严惩 他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 我族可以直接轻易镇压 便是在天神书院中 他也一样要被执法 一位年轻人喝道 啪 结果 他直接挨了一个大耳光 嘴角鲜血流淌 当场被抽猛了 王家的一些人 虽然心中愤怒 恨不得立刻干掉十号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 其天资应该很高 同时对族内 这个年轻人很不满 觉得他不堪大用 吃 妖月公主当场就笑了 道 王家真是霸气啊 在天神书院 都敢这般行事 张口就要杀这个斩那个 连掩饰都不屑 少年人 还请出来一叙 王家的人开口 不理会妖月公主的冷嘲热讽 因为对方的家族 有强者在场 正看着他们出笑话呢 这种事 越是跟对头争执 王家越出丑 石门再开 因为十号听到了传音 天神书院的长老 到了 再唤他开启石门 在龙龙声中 雾矮弥漫 十号再次现身 长老 还请不要阻拦 让我们带着走个奴才 王家一个性格暴烈的 中年人说道 想要请走十号 看向天神书院的 那位长老 奴才你大眼 再敢羞辱我 当心我灭了你家 年轻一代所有人 十号大怒 这样说道 所有人都作牙花子 王家的人嚣张 而这位少年的脾气 也非常大 针锋相对 完全就没有屈服的意思 众人都在盯着 这次是不算小 十号再继续开口 指着王家那个 中年人的鼻子 大声呵斥 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别捂了我的耳朵 众人一阵无语 到底谁在捂人耳朵 还真不好说 小子 你敢对我不敬 不想活了 那中年人费 都要气炸了 探出一只金色的大手 向前抓去 就要收拾十号 放肆 在天神书院 也敢逞凶 想找死吗 一声惊雷般的吓吼 在长空下激荡 众人的双耳 被震得嗡嗡作响 可是当看到是谁发音后 都不禁面面相去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因为 这并不是天神书院的长老 在呵斥 而是十号在那里咆哮 所有人都无言 这家伙反客为主 这是什么心态 不是一般的好 王家的人险些被弃婚 这小子太嚣张了 真以为能在天神书做主吗 是可忍赎不可忍 只是 王家人出手时 后方一只大手探来 带着混沌器 更有一种岁月的气息 后发先制 挡住了他们 天神书院的长老出手 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态度有些倾向性 十号很平静 早知会如此 事实上 他根本就没有惧怕 王家的这些人 因为来兜的都是中层 并没有什么 神威不可冒犯的大人物 而且 他的确有一些底气 不想让自己委屈 当从仙家战场回来后 天神书院的大长老 就召唤了他 在这等人物面前 许多秘密都很难保守 事实上 十号也不想保守 很坦然 如实到来 告诉书院中那位大长老自己的身份 以及在仙家战场的战绩 他确信 书院会对他保护 因为像他这样的天资 足以成为种子高手之一 天神书院即便再复杂 也应该会对他有很大的倾向性 对其他人暴露身份 可能会有危险 但对于天神书院最强大的长老坦诚 肯定是会得到保护 天神书院存在得意义何在 大长老是 极力推动者之一 自然要重点关注与培养 可以击杀三头王虚空兽的奇才 前辈 你这是何意 为何阻止我等 惩罚这个狂徒 王家的人不乐意了 不要轻易动干戈 先将事情问清楚 这位长老开口 还问什么 他一介蒲从 也敢作乱 害我足明珠 王家那位脾气很暴躁的中年人 非常不满 会说人话不 十号表现出一副好斗的样子 呵斥他 道 你说谁是蒲从 我与王熙早先只是以道友互称 如今多半要更换另一个称呼了 王家的人额头浮现黑线 那中年人的更是面色铁青 用手点指他 气得说不出话来 再常人也有点发怨 这家伙什么意思 都在传 他不知道以什么手段制住了王熙 鲁金洞府去拜天地了 他现在说 与王熙的关系 要换一个称呼了 这是在赤裸裸地羞辱王家人吗 一群人短暂发呆后 不禁哗然 见过嚣张的 没见过这样当面 琵琶山人颜面的 王家的人自然怒火焚天 一些人身体都在哆嗦 实在气坏了 哈哈 妖月公主大笑 她很美丽 肤色雪白晶莹 一群斩动 月花笼罩几身 道 道兄 你这样成为了王家的霸王女婿 态度可不是很好啊 对了 回头我会送上一份贺礼 恭喜你与王熙 在场也只有 她敢这样放肆 很明显是在嘲笑王家的人 一点都不留面子 谁说 我要成为王家的女婿 就他们 这群人的德性 我受不了 十号说道 点指王家的人 一脸不屑 你大爷的 王家的人想剁了她 恨不得当众将她枕碎 就是其他人也都神色怪异 这主也太嚣张了 都传她跟王熙拜天地了 结果她现在还来这样一句 让王家人情何以堪 我杀了你 这一次 王家的人几乎一起动手 全都忍不住了 放肆 天神书院的长老出手 灰蒙蒙的大手探出 将一群人全部枕飞 前辈 你这是何意 王家的人大叫了起来 你们又是何意 十号喝道 这是天神书院 不是王家 容不得你们成兄 你又不是书院弟子 只不过是我王家降福的仆从 自然可以惩罚 王家人寒声道 诸位 大长老已经降下法旨 他即将成为我天神书院的弟子 那位长老说道 众人都是一呆 书院中的长老 那可都是九天十地中的影视高手 实力恐怖到极致 漫长岁月中难得一线时间 而大长老自然 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是一位无上高手 深不可测 这个少年居然劳塌开口 我还考虑中 到底要不要加入天神书院 十号不紧不慢地答道 众人闻言 全都恶然 真不知道是何种心绪了 第1162章 误导 这种心绪太复杂了 所有人的嘴角都略微抽出了一下 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可最后又闭上了 因为这太打击人了 天神书院的大长老 号称九天十地中的绝世高手 降下法旨 让十号成为书院弟子 而这个少年居然还在犹豫 还在考虑是否加入 人跟人的差距 怎么就这么大呢 终于 有一名修士 忍不住小声嘀咕 他当时为了加入书院 拼尽一身力量 激战不错 跟人争夺那个资格 险些死掉 费尽千辛万苦才进来 我想 揍他 一个少女说道 正在咬银牙 他相当地美丽动人 修出了仙气 但当日为了加入天神书院 也曾经历经种种考验 身负重伤 许多人不愤 为了有资格成为天神书院中的一员 他们都付出了极大的大家 当成功的那一刻 心血激荡 无比激动 很多人更是曾经热泪盈眶 可是眼前这个少年 直接被大长老邀请入内 根本没有付出什么 而他却还挑三拣四 不是很情愿 怎能让他们不愤愤 心里太不平衡了 这也太打击人了 一群年轻男女的目光都很不善 极度羡慕恨的同时 也很无言 至于来自书院的势力 比如王家的人 以及其他高手等 则一个个神色凝重 非常的严肃 这可不是小事 大长老开金口 让十号加入天神书院 怎不让人震动 所有人不得不正重对待 就是王家的人 也直接哑火了 一遍又一遍地打量十号 重新审视 这个少年太要挟了 一些人眯起了眼睛 自然明白了 这少年不简单 一时间 十号成为了焦点 短暂寂静后 一片议论声 王家最是难受 一个戴上本族金刚镯的蒲丛 居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牵扯到天神书院的大长老 这可不是小事 王家早先针对十号的人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刚才还在呵斥呢 现在却神色阴晴不定 前辈 不管他是谁 做错事 总要付出代价 王家的一位老者开口 看向天神书院的那位长老 很明显 他们没有起初那么强势了 但是也不得不去争 如果因为这个少年 被天神书院看中 王家就放下恩怨 那就显得他们太无能了 毕竟 他们来在长生家族 自己底蕴也足够强大 王妻怎样了 在哪里 天神书院的长老开口 同时 这也是王家最关心的问题 因为外面的传言太不堪了 让他们的心一直在揪着 恨不得杀了十号 他们也想了解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很好 在熟睡中 十号答道 这句话一出 非常的冷场 所有人都不开口了 盯着洞府出口那里 就是妖月公主 也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这家伙真敢乱来 短暂的寂静 一群人心潮澎湃 完全被惊住了 觉得心绪激荡 大受刺激 因为 那话语有些暧昧 有些让人浮想连篇 熟睡这关键词 着实刺痛了王家那几位高手 你这个小畜生 敢气我王家 不想活了吧 王家一位老头子大叫 向前扑去 就要杀十号 因为 这关乎甚大 王熙被家族认定 要与一位绝代人物成婚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 绝对无法忍受 找死啊 快杀了他 那位脾气最为暴躁的中年人 哇哇抱叫着 也跟着向前冲去 所有人都傻眼 没有想到 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天神书院不少学生都很受伤 被刺激到了 特别是对王熙有好感 一直在关注的人 更是愤恨 这家伙还真是 果断啊 这是要造成继承事实吗 不是好东西 也有人这样小声嘀咕道 你们疯了 十号喝道 而后快速躲避 天神书院那位长老醒悟过来 再次出手 阻挡王家的人 不能在这个时候 看着十号被杀 毕竟受大长老所托 砰 剧烈一击 此地烟霞冲销 浮纹璀璀 交织在虚空中 前辈 发生了这种恶劣的事 你还能袒护这个狂徒 王家的人愤恨 杀气弥漫 一个个眼中凶光毕露 天神书院的长老也无言了 看着十号 神色不善 这也太能惹祸了 怎么善了 发生了这种事 你说怎么解决 天神书院的这位长老指着十号说道 还能怎么解决 千刀万剐 然后拖出去喂狗 王家的人恨急而笑 不知道 你们在说什么 十号摇头 一副不理解的样子 他很云淡风轻 这个姿态让王家越发抓狂 吃干抹镜 没试人一般 王家人的眼睛都红了 那是杀气弥漫所致 到现在 你还敢这么嚣张 我看天神书院怎么保你 谁能包庇你这恶徒 王家那位年龄很大的老者 寒声道 他怒急而笑 但没有失去分寸 也没有急着出手 因为 他现在不怕事情闹大了 如果天神书院真是袒护 他们不介意请洞老族长出来 大闹一场 什么乱七八糟的 听不懂 十号摇头 所有人都无言 这家伙心里素质太强了吧 都这份上了 还在那里很淡定了 王熙呢 熙儿出来 王家的人传音 别吵嚷 当心扰了他的美梦 十号说道 天神书院的长老觉得有点不对头 这家伙未免太震惊了吧 不像是觉得自己惹了大祸的样子 何至于此 他谨慎地问道 王熙呢 你跟他究竟怎么回事 听闻他这样问道 王家的人还有其他修士等 也都一正 看向十号 我跟他关心莫逆 一块修行 我先醒来 而他还在沉睡中 十号答道 王家的人面色难看 但忍住了 没有立刻开口 天神书院的长老继续问道 你们究竟怎么修行的 那是什么功法 自然是奇功妙法 适合两人同修 真的很不一般 十号答道 王家的人坐不住了 这家伙说得也太明显了吧 一男一女同修 就差说双修两个字了 啊 王家有人大叫 被刺激大了 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天神书院的长老贺道 询问十号 他是局外人 看到了十号眼中 一闪而眉的一样光彩 觉得这小子在故意针对 就是一起修行 没其他什么事 我还能说什么 十号说道 淡定而无辜 这个时候 别说天神书院的长老 就是其他人也都看出了一些问题 这家伙绝对是有问题 不然何以敢如此震惊 天神书院的长老一步迈出 从这里消失 而后下一刻将王熙带了出来 他真的在沉睡 很安密 希儿 王家一位中年人大叫 天神书院的长老用手一点 王熙当场醒来 快速起身 有些不解 王熙 究竟发生了什么 王家的一位长老贺问 没什么 我从仙家战场 得到了一本 新梦古经 我要入梦误道 而初始篇 还需要一人入梦相助 王熙解释 众人文言 都露出一色 盯着十号 这家伙鬼扯那么多 都快将王家人的心肺气炸了 原来只是帮人误道而已 许多人都觉得 这家伙是个混账 太缺德了 谁已经受得起这么惊吓 估计王家人现在还愤恨呢 外面传言 你被他偷袭并压制 我等特意来看一看 准备救援 王家的人说道 善善的 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谣言 王熙摇头 根本就没有多说什么 我宽宏大量 不跟你们计较 十号说道 摆了摆手 不仅是王家 就是其他人 也都神色发目 还能脸皮再厚一点吗 这是要气死人的节奏 好了 这件事过去就算了 一场误会而已 天神书院的长老出头 并且送来一则中重要的消息 这样就算了 王家人不干了 短暂平静后 一个个都带着冷烈的笑 我族明珠的名声 在这件事中受损 你如何补偿 王家有人喝倒 简单 既然你们有这样的顾虑 就将王熙嫁给 这少年好了 天神书院中 传来大长老的声音 一群人傻眼 而王家的人接受也不是 拒绝也不是 第1163章 一切明了 大长老开金口 无论是王家 还是其他顶级家族 都得掂量一番 因为这个人太强了 就是他们老族长再出 也不见得能比肩 现在所有人看向十号时 都露出一色 这个少年 该不会是老家伙的私生子吧 明显很看重这个少年 在尽心庇护 人们在琢磨 究竟是什么情况 难道说 真是这个少年 杀了三头王 而非莫到所为 同理 虚空兽并非涅槃消失 而是被他格杀了 早先虽有这个说法 但只有部分人相信 大多数人 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尤其是没有进入 仙家战场的人 更是觉得不靠谱 可现在所有人的心脏 都是一阵收缩 吃惊地睁大了毛子 就是王熙 都是先恶然 而后才休闹 人们觉得 事情有点腰了 王家的一位长老咳嗽 稍微地迟疑后 果断拒绝了 开口道 前辈 这种是非儿戏 王熙跟他没有可能 王家其他人也点头 非常坚决 态度明显 因为在他们的心中 那位绝代人物 比十号强多了 更合适 王熙小姐 你的意思是 这一次 大长老没有开口 身在现场的 天神书院的 另一位长老询问 我跟他只是道友 没有其他 王熙很平静地回应 嗯 既然如此 这件事就算接过 各方都罢手吧 大长老再次开口 而后便再无声音了 什么意思 所有人都有点发忙 大长老为那少年说没 而后王家很干脆地拒绝了 很快 有人理解为 大长老在庇护那少年 刚才根本不是为了说没 只是为了进逼 从而帮那少年脱困 还有不少人认为 大长老也许真有做没的意思 只是天心难测 真正如何 不好解释 好吧 今日之事就此罢休 王家一位老者说道 为这次事件 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然而 脾气最暴躁的那个中年人 却很不甘 觉得一个少年而已 竟敢招惹王家实在是大逆不道 不过 是一个蒲从 未免太招摇了 他森然说道 王家的老者瞪他 不让他再开口 因为大长老的面子是要给的 蒲从你祖母 十号直接翻脸 不怕事情闹大 你问下王熙 他跟我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何曾追随过他 只是以道友身份 相请我进入书院而已 所有人都是一惊 这个少年当真是刚烈 丝毫不让自己委屈 直接这样顶撞 许多人不禁看向了王熙 这两人关系复杂微妙 刚才还险些被说成夫妻 尽管王熙拒绝了大长老的提议 还是说明了那少年的价值 十号补充 哦 还有 你王家弄个破金刚拙 随便给人设下禁止 认为别人必须是你们的奴才 何等的飞扬跋扈 是不是我在地上画个圈 将你们都围在当中 也可以认为 你们整个王家都是我的仆人 脑子 被太古蟒牛踢过吧 众人发呆 这家伙真是什么都敢说 丝毫不留面子 十号冷笑 之所以走到这一步 就是因为王家咄咄逼人 想通过他掌握莫道 认为他是王家仆从 莫道便也是王家仆从 先是小辈言语对他傲慢 接着是那些老辈语带威胁 正是因为如此 才有十号的这次反击 出现了他与王熙的谣言 现在他当然要激烈地回应 反正打算加入天神书院了 跟大长老司下达成了一定的协议 没有必要让自己打落牙齿 向肚子里咽 该踹王家的脸 丝毫不含糊 旁边的这些人可不这么看 因为王家实在太强大了 是一个庞然大物 如同巍峨太古摩月 矗立在那里 压迫的人要窒息 一个少年 这样开口 毫无畏惧 惊掉一地眼球 还有 这破金刚镯赶紧收走 不然我立刻还你们 一堆沸铜烂铁 十号说道 哈哈 王家的人被气得生怒 有些人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道 你行 你给我破开一个试试看 还没有一个奴仆 能解开金刚镯 你要是能做到 也算一代人物 算我们小觑你了 连王家那个老者 都这般冷言冷语 他也发火了 沸铜烂铁一堆 十号说道 但是 他心中不得不承认 这金刚镯很逆天 强大如他 堪比炼体修士 且修出三道仙气 这么长时间来 都没有摘下 他可以破开金刚镯 但是却难保他自毁时 伤其头颅内的元神 小子 你大言不惭 就当众给我破开试试看 王家的人冷笑 暂时抛去了其他 盯着十号 你说怎样就怎样啊 什么条件都对你们有利 十号冷声道 我现在破开后 你们是否遵我为主 对面 一群人怒目而逝 不敢吗 你王家不是指高气啊 一向强势破人 最愿做这种事吗 十号不限 好 我们跟你赌 当场 有几人站出 大声说道 并且 有人很巨傲 露出嘲讽之色 道 你若解不开 还是乖乖地当一个下人吧 什么东西 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我看你如何破金刚镯 另有人说道 也是撕破脸皮 暂时都忘记了 大肠老给予的恐惧感 还你们废头烂铁 十号一声大喝 双手直接探出 抓向头上的金刚镯 这一刻 光芒大盛 法力汹涌 他动用数种宝树 凝结在一起 守护头颅 且双手晶莹如玉石 爆发恐怖气息 哄 金刚镯也在爆发 骨纹交织 如同燃烧 要毁气头颅 咔嚓 无尽雷电浮现 可怕的神力狂涛冲上高天 刺目的光芒将那里淹没了 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个小子 还真敢行动 惊得一群人眼皮直跳 不敢相信 不自量力 自古以来 有谁做到 可以取下金刚镯 王家的人不屑 在那里讽刺 嘎 突然 一道断裂的声音传来 如同鲜平破裂 心和倾泻 这个地方的气息 一下子不同了 并且 在下一刻 许多光暗淡 内敛 人们惊颤 在那里只剩下了一个少年 在发光 如同一尊无敌战神般 徒手撕裂了金刚镯 令他光滑消失 虚空大崩 可是 他的头颅却无恙 他成功了 徒手扯断金刚镯 十号很平静 当的一声将金刚镯致出 扔在了王家众人的脚下 所有人都震惊了 彻底实话 十号很淡定 并没有太消耗神力 他原本就有实力弄断此镯 只是没有把握护住原神 不过跟大长老见过一次面 私下密谈后 他受到一些启迪 回来后就琢磨出了办法 事实上 书院深处 一座闭关地 大长老洞悉后一阵惊讶 这少年果然不凡 他只是稍微点了一下 对方就雾透了 须知 那种办法 就是原本的讲解出来 其他人也很难成功 他破开了金刚镯 古来警戒吗 太不可思议了 那枚金刚镯中 不仅刻着无穷符文 其材料中还加入了一点仙精 居然还是被扯断了 这家伙太可怕了 这是少年真先转世吗 所有人都被震住了 一个个先是瞠目结舌 而后又都议论纷纷 王家同样震惊 那些人看着被扯断的金刚镯 全都难以置信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少年妖魔 怎么会有如此霸道的实力 这些人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想到跟十号立下了赌约 想死的心情都有了 王熙也是心惊 这种力量 让他内心惧震不已 就是他也不见得能做的 这位道友 令人难以看透 远处 绿驼 玄坤等 一个个也都脸色一变 深感压力 妖月公主鲜红的小嘴张大 十分震惊 他们跟王家是对头 非常了解金刚镯 眼前发生的一切 打破了神话 你们几个奴婆 还不快过来见脸 十号说道 扑 那几人同时渴血 有人昏厥了过去 有人亮枪后退 被其他人扶住 果然 不愧是长生家族的人 连昏死过去 这种无耻的招数 都施展了出来 十号业余 哄 这个地方炸锅了 人们心难以平静 所发生的这一切太突然 太让人吃惊了 打破了神话 有人可破解封印在身上的金刚镯 绝世强大 都说这种宝镯一旦加深 即便自身突然间在突破一两个大境界 都难以扯断此镯 他是如何做到的 此地沸腾 一片喧哗 我终于明白了 三头王室 被他斩杀的 虚空兽 也真的成为了他的猎物 王家太可笑了 妄想将一个无敌的少年 至尊收为仆从 他们太高看自己了 咦 说来如果将王羲许给这个少年 倒也算是一桩美事 现在看来 王家这些人 跳得太早了 现在很多事情都十分明显了 这个少年稍微显露实力 让很多大势力的高手 眼中金光暴涨 妖月公主 绿驼等人背后的家族 恨不得立刻招揽那少年 想将他接引到自己 这一方的阵营来 哪怕付出极大的代价 只是 书院的大长老仙下手了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唉 难怪他敢受抑郁的年轻至尊莫道 为仆从 根本不是侥幸啊 真有这样强大无敌的实力 至此 人们一切都明白了 第1164章 抉择时刻 王家的立下赌约的人 一个个面色通红 手指捏得发青 这个结果让他们无地自容 羞愤男人 最可恨的是 那少年还在冷言针对 一点也不留情面 话语如刀子一般 刺进他们的心肺中 怎会如此 事实上 其他人更为震惊 一个少年至尊就这样崛起了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谁都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得饶人处且饶人 就这样吧 天神书院的那位长老 对十号劝道 十号一句话也不说 就那样盯着王家的人 让他们面色难看到极点 倍感羞愤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最后 那几人跟王熙传音后 终究是硬着头皮 迈开了离去的脚步了 没有认赌服输 不曾向十号请罪 遵其为主 哈哈 十号并未阻拦 只是在后面大笑 深圳这片净土 他不曾阻拦 也不追赶 什么也不说 只是这样笑 但是却跟刀子般 斩在那几人的身上 人们神色怪异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随后不少人跟着笑出声 王家的几人身体发僵 简直无法脉步了 这种笑声是对他们蔑视 更是一种不屑与凌辱 众目睽睽之下 他们不曾付出赌注 回溜溜地逃走 注定会成为笑柄 这不仅是他们自身丢人 就是王家也会蒙羞 绝对糟糕透顶 并不是一场战役 但是王家的人却感觉 比经历一场可怕的大战 还要疲惫 在屈辱中 在笑声中 他们低着头远去 王夕一叹 转身离去 宋族中的长辈 同样的 他也回头匆匆一瞥 看了十号一眼 心绪十分复杂 人们看到这一幕 都感觉很怪异 这两人原本关系和睦 是非常绝艳的一对组合 如今却闹到这一步 走了 该散开了 其他人也纷纷动身 在这里待下去 没有意义了 莫道也敢开始赶人了 在十号的授意下 他散发出三道仙气 震慑群雄 他是谁 我怎么觉得 就是那个家伙啊 一样的卑鄙无耻的恶贯 另一个方向 小兔子咕弄 结果被轻衣 还有曹宇生拉走了 不让他停留 因为 目前十号自己都没有暴露自身 熟人最好不要多说 尊重他的选择 王夕洞府这里的事 第一时间传遍天神书院 让许多人惊诧莫名 不敢相信 竟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嘿 你们听说了吗 王家痴别了 妄想收一个修出三道仙气的少年 至尊为仆人 结果踢到铁板了 天神书院真的太大了 像王夕这样的弟子 可拥有广袤的净土 山峰连绵 神铺如星河 可想而知 整座书院多么大 也正是因为如此 许多人离得过远 早先不知道发生的事 此时听到身边的人谈及 简直跟活见鬼了一般 可惜了王夕仙子 原本跟那少年走得很近 是其为强大壁主 如今却要错身而过 王夕仙子 岂是你等所能惋惜的 人家高高在上 不会在意这些 有拒绝那少年的理由 因为听闻他 最终会嫁给一位绝代人物 真的假的 王家早先布置也就罢了 而今明白了 那小子的价值 还敢视若无物吗 何为绝代人物 在这个世间 修出仙气 并非是衡量战力的唯一标准 还有其他 还有另一群人 消息传开后 自然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关于那少年 关于他的身份 许多人都在猜测 对于十号来说 现在在书院中 泄露身份与否 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跟大长老谈妥后 一切问题都已解决 不怕院中 跟原亲关系 默逆地长老出手 十号与莫道 离开这座洞府 肯定不能在这里 待下去了 不久后 书院中来人 为他分了一块净土 非常广阔 当中神山雄伟 一座接着一座 紫气蒸腾 化成云烟 听闻王夕的未婚夫 是一个绝代人物 也许会找你麻烦 默逗开口 十号愕然 这家伙什么时候 这么八卦了 不符合其风格 一路走来 听人说的 默逗回应 跟我说一下 抑郁究竟如何 还有不朽山后方的 那个世界 到底怎样 十号说到 他对自身的麻烦不在意 却非常关注 世界另一样的动态 可惜 默逗守口如瓶 不肯多说一句 因为书院中的长老 对他逼迫都无用 十号意识到 时间未到 很难从他嘴里得到什么 只能一步一步来 告诉他 去点击事官乐史集 了解真相 这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潜移默化 十号的洞府很大 一座古洞喷勃紫霞 祥和而灿烂 灵气浓郁地化不开 跟混沌器混在一起 是一个理想的修行圣地 他与默逗搬进来没多久 还不曾去拜访各位固有 就听到了宏大的钟声 当 这是大道之中 阵龙发聩 直接想在所有人的心中 悠悠不绝 天神书院 所有人都抬头 看着云端 那里有一口混沌迷蒙的大钟 在隆隆地震动 召唤珠墙 一时间 群鹰闻声而动 走 我们也去看一看 十号大不迈出 莫到紧随其后 他们来到天神书院的深处 一片石灵 鲜雾弥漫 白色气体绕着山石 这个地方看起来非常神秘 拥有仙道气息 有些巨石如巨虎 有些石块弱立剑 有些形似轻牛 石灵一眼望不到边 雾矮扩散 白蒙蒙一片 在石灵的前方 有几座石牙 气势磅礴 绝必十万人 矗立在那里 在上面有一些长老 一个个神色严肃 这么多大人物一起出现 盘坐在上 绝对是有大事 须知 当中的任何一人都是至尊 就九天石地中 最强大的一批人 漫长岁月来很少出现 都是影视人物 毫无疑问 就是个长生世家的老组长 见到他们都要礼带 不敢过于随意 大事注定 不可逆转 关于这些 我们不想多说了 一位长老开口 人们凭住呼吸 都不多语 静静聆听 所有人都知道 大乱将起 九天石地将流血飘炉 征战的脚步不远了 书院中有一些先到经文 是时候传下去了 另一位长老说道 哄 这个地方如同开锅板 刹那间人生鼎沸 其实 他们入书院时间还不算长 虽然知道书院中 有各种无上典籍 但都以为需要一两年后 甚至更长 时间才能接触到 不曾想这么快 人们意识到 这些长老们内心忧虑 等不及了 说明血染大地的年代 不会太久远了 时间不够了 上一纪元 与我们的修行体系 有很大的不同 想要学习 自然需要掌握 他们的语言与文字 不然一些咒语 道数等根本无法施展 石牙上的长老们 宝像庄严 一个个无比肃穆 可惜 天地大变了 在当时学古法 异常艰难 甚至有些不可能 但是 若是研究 却也有 会有极大的收获 触类旁通 与金士法两相印证 可助你等成道 长老们严肃地到来 让此地再次恢复宁静 所有人都在用心听着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不可能万法接通 现在是选择的时候了 愿意学仙古法的留下 不愿意的可以离去 古法 金法 很难说清 熟弱熟强 不要觉得 古法可让人成仙 就一定绝世无敌 其实 当时含有成仙者 主要是因为天地环境变了 我可以透露 即便选择金士法 一路走下去 也会有极大的收获 因为有一群绝世人节 走在了前沿 不会比修出仙气的人弱 没错 在当世修仙气 那是在延续古法 并非金士法的真谛 石牙上 一群老者先后开口 阵龙发聩 他们说的 都是大道路图上的选择 让人心神俱正不已 第1165章 金士法极尽 居然谈到了古法 金法 需要抉择 在场的人 没有一个是凡俗 都是一欲翘楚 多一族年轻一代志强者 此时怎会不动容 前辈 你们讲的笼统 不够详尽 如何让我们选择 终于 一位头掌牛角的青年开口 发出疑问 这是很多人的心声 在这种关键时刻 不了解透彻 谁敢轻易做出决断 因为那会影响到今后一生 有人补充 问道 我们千辛万苦 所修出的仙气 只能算是古法 并不是评判 金士法的标准吗 在场的人 都是天骄人物 历经重重考验 才进入天神书院 大半都修出了一道仙气 这是他们的骄傲所在 古往今来 能踏出这一步的人 有多少 他们来自九天十地 从十九个古老世界中 崛起并被选中 仙气是他们 傲视群伦的关键所在 如今听到修出仙气者 在当时也不见得是最强人 自然让他们恶然 很不服 他们的骄傲 他们的自负源泉 怎能被如此评价 不错 金士法不见得弱于古法 因为有人迈出了那样的路 走到了最前沿 让我等多惊叹 一位长老回应 长老的意思是说 金士法有成的人 即便不修出仙气 也能与我等匹敌 一位子义少女问道 有这样的人吗 其他人也质疑 很不服气 自然有 那位长老点头 这自然引发轰动 即便不修出仙气 也可匹敌他们 这是何等的惊人 让他们难以相信 非常吃惊 长老还请戏说 为我等举例 那子义少女说道 虽然恭敬 但是明显不服 有些不相信 就是时候也诧异 他还真不相信 连一道仙气 都没有修出的人 能与自己匹敌 因为两者间的 战力差距太大了 好 我便现场举例 让你们看得究竟 石牙上 一个身穿金色道袍的老人说道 虚发皆白 鹤发童颜 眼若金灯 众人文言都是一惊 现场举例 难道他们当中 真有这样的人 果然 山牙上的老者抬手 向人群中指去 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石林中 一个小胖子惊诧 嘴巴微张 说不出话来 因为 山牙上的老道士 正是指向他 以他为例 曹羽生硬着头皮 道 道长 你指错人了吧 我已修出了一道仙气 他虽然脸皮厚 但也不敢当众承认 在金氏法上独步天下 从来就没有过那种念头 轻易 小兔子 长公眼等 都一起看向他 露出一色 怎么会指向他 没有指错人 就是你 老道士微笑 金色的瞳孔神光如电 落在他的身上 我有这么强吗 曹胖子一副很腼腆的样子 令周围的几人直撇嘴 因为都了解他腹黑而无耻 其他人也都看向小胖子 可谓万众瞩目 成为焦点 你无须自迁 走上前来 老道士说道 让他登上崖壁下的一座高台 面对所有人 长老 他很特别吗 所谓的金氏法 在他身上 有什么不同的体现 那紫衣少女继续开口 身穿金色道袍的老者 收敛笑容 宝像庄严 很严肃与认真 道 这个少年 他即便不动用仙气 也能力抗你们 若是不信 你们可以出手 别啊 长老我可没有犯错 你别为我树敌 小胖子曹宇生叫道 其他人也都不解 这个胖子 只修出了一道仙气 若是还将仙气敛去 如何跟他们一争长短 他很能藏桌 老道士说道 只向曹宇生 告诉他动用权力 显化其肉身杀阵 并且警告他 敢不尽力 当场斩他 曹宇生呲牙咧嘴 下一瞬间 他浑身浮现古纹 每一寸肌肤 都在喷勃混沌剑气 血肉中 一座又一座杀阵浮现 惊得众人到吸冷气 看到了吗 他的这条路若是完善 继续走下去 会比修出仙气的人弱吗 你们有哪个感应方 老道士说道 众人无言 由剑室广博的人当即认出 那可能是传说中的 无上杀阵 这种东西寄出后 谁敢硬喊 不过 人们也觉得很心惊 那是无上杀阵 结果却被这个小子 磕进了血肉内 太变态了 前辈的意思是 经事法 就是在体内磕杀阵 这样一条路 有人问道 老道士叹息 道 我只是举例而已 你们没有抓到本质 他之所以很强 那是因为 在猎阵境界时 与体内磕下杀阵 超越极境 此后又不断完善 才有了这样的道果 这样的话语一出 众人都一领 沉默了下来 体悟他的话语 我的意思是说 斑雪 洞天 明文 猎阵 真一 圣祭等境界 都有这样的机缘 老道士说道 旁边 一位长老进一步补充 道 在每一个境界 都做出极限突破 超越过去 登峰造极 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那也许 便是一个崭新的境地 沉默很久后 有人说道 这太难了 还有例子吗 那我就再举一个例子 来自三千道州的人 应该知道那个人 身穿金色道袍的老道士说道 嗯 这引起各方关注 那个名为荒的人 也叫十号 我想很多人都有耳闻 他说道 长公眼 龙女 魔女等怎会不知 太熟悉了 但凡来自三千州的人 都对他支支甚深 因为荒也算是一个名人 老道士谢说道 据我们了解 他在洞天境实现了大突破 生生踏出一条路 极境超脱 十大洞天破碎 融合归一 超越历代前嫌 他如果进一步完善 即便不动用仙气 凭借唯一洞天也可压制 修出仙气的人 众人到吸冷气 破碎十大洞天 融合归一 超越所有古人 这是何等的气魄与风采 就是王熙 绿陀 妖月等人都洞容 谋中光彩惊人 为那少年而心颤 三千周有少数人已猜到 十号十大洞天归一的秘密 但今日从天神书院长老的口中 得到证实后 还是觉得很震撼 现在你们明白了吗 经事法 真正超脱了极境 同样恐怖无比 无论是那股胖子的烈阵境 还是荒的洞天境 都真至无上至敬 一位长老说道 许多人闻言 木然点头 这太难了 体内刻下世间第三杀阵 养处的杀气 恐怕不曾杀人 就先将自己灭掉了 而破碎十大洞天 那是何其的残忍 别说戎和归一了 真要破碎几个 多半立刻就会形神俱灭 这很难修成 九天十地阴结何其多 有几人能炼成 有人质疑 因为那样的路太艰险了 身穿金色道袍的老道士 目光冷冽 道 难吗 比之修出仙气如何 我看是半斤八两 都要九死一生才行 当然 我险些忘记了 你们能修出仙气 大都在取巧 没有几人 是真正那天靠自己修出的 这样的话语一出 让许多人低头 在场的各种阴结 都明白何意 这里绝大多数人 都得到了家族相助 甚至有人直接 是换了一具躯体 那是从仙谷封印下来的 孕有仙气的肉身 大环境变了 真的没有多少人 是完全凭自己修出的呀 天神书院的二长老出现 这样叹息 十号文言 大吃一惊 他不禁看向了众人 少数人是自己修出的 但是你们是否还记得 在什么地点有所成的 一位长老看着众人 众人文言都变色 想来你们都记得 是在各种仙谷遗地中 修出仙气的 因为只有在那种环境下 才能修成 如今 大环境变了 在我等七居的世界 不适合修仙谷法 很难突破 如此话语 重重地记在了人们心间 让人不得不沉默 暗自思量 就是十号都在保持坚默 他的三道仙气 的确是在那样的谷地中修出的 别担心 既然修成了 在外界也可用 并无隐患 一位长老说道 长老你的意思是 想让我们选择金事法吗 不是 我只是告诉你们 金事法不比古法差 选择古法的话 我们这里有上一纪元的经书 也能送你们去那些 仙谷遗落下来的小世界中修行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莫要想着两条路都走 那真的太难了 所以 今日让你们抉择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人们怎能不明白 不理解 有人认真思考后 开口问道 这里有仙谷的无上道书 甚至是仙经 我们若是修炼的话 成就不会低 而若是修金事法 又有什么样的传承可以学习呢 我曾说过 有一群人走在这条路的前沿 风采照古经 都是绝代人物 你们若是 想在金事法上超脱 有路可寻 书院中的一位长老说道 不要忘了 班雪 洞天 明文 猎阵 等境界 若是每一个境界都超越古闲 真正超脱 那是何等的惊人 三道先弃者都会有敌 当然 这太难了 不现实 我只是告诉你们 这条路很长 若是有所成 也许真的可以对抗抑郁 二长老大声说道 这一下子 让许多人热血沸腾 当即就表态了 要走这条路 长老真的有引路人 有法可寻吗 没错 有一群人走得很远了 留下了成功的路径 可以效法 二长老亲自回应 好了 你们可以选择了 一位长老说道 这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我选先古法 十号说道 轮到他上前进行选择时 他很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你 注定是要修金事法才对啊 二长老一有所指 按道 难道是想两条路一起走